若有人能陪伴彷徨,谁愿意死撑着非要坚强,若转身之后可遗忘,谁愿意在深夜独享沧桑,流不出眼泪的伤,只能笑着去原谅,难以言说的苦,也只能静待雨后的放情,对于你不是我执迷不悟,而是太过鸣心刻骨。 那犯情,只是假装不想要而不是不需要,喜欢独处,只是因为你离开后,你无人能分担我内心的寒凉,你转身离去,我选择沉默不语,可那不代表我没有感觉,也不是我不想担当,而是现实中的我别无选择,只能让你去飞翔,直光滑落,我想会问如何扮演尖桥,翻滑落镜, 我依然在岁月的彼岸远迷茗,用深夜的思绪,写,下一篇篇地久天长,风雨岁月,独自在深夜,彷徨在无数的悲伤之中,细数飘零成伤的追忆,虽然它们在心上集成了吧,可我还能感觉到它的疼痛难当,一念起,相濡以沫,一念念,相望江湖,你给的伤早已淡忘,坚强的心早已投降, 可柔软的问候却是一种奢望,总以为学会伪装就能屏蔽忧伤,可即便披着无间不摧的铠甲,依然遮不住那不为人知的心伤,总以为错过了就不会去想,可想要忘记却要先学会忘记自己,爱过的人都会留下想擦也擦不掉的记号,你给的好成了弥补不了的伤, 旅过后,天会停,人走后,纵留痕,寂静的夜,用回一遍一遍,地仰抱着痴情的自己,一遍遍地灼烧自己,那可念念不忘的心虽,不会向外人提及,但总会在深夜里情不自禁地想起,时间在窗外溜走,可我该怎样才能找到借口遗忘? 陌生的花开了,你终是过客,从此天涯涼涼相望,晚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